欢迎我们关心东台湾大小事 我是陈秀卿 花莲县光复乡马太安休闲农业区 在10月23号要举办一场马上跑起来去为公益路跑活动 报名到9月20号为止 从7月1号公告这项活动以后 就吸引了许多小农赞助优质农特产品 跟地方的特色产品 名为路跑活动 大像是一个快乐的嘉年华 还有浓厚乡情的暖暖市集 那这项活动的源起是什么 如何进行 如何报名 还有哪一些好吃的好玩的 相关内容我们访问这项活动的主办人 新绿农员的负责人朱敬朗 小树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这项活动很快乐 叫做马上跑起来 对 真的是很快乐 对 趣味公益路跑活动 就感觉到满满的爱跟欢乐的气氛 那这是一项怎样的活动 为什么会有这个活动呢 马上跑起来 这个活动其实是延续我们这几年 整个光复乡马上学院农业区都在做一些乡情传来的公益活动 以前我们都用餐会 今年我就特别想说 那我们不如用很健康又可以传递爱心的一个路跑的一个活动 结合在地的市集农特产也可以推展出去 所以变成好像是一个整个的湿地 整个建筹 轻松路跑的一个嘉年华的爱心活动 马太安休闲农业区在我们国内真的很知名 其实国际间也很知名 所以我们在讲路跑活动之前 我们请小竹先介绍一下马太安休闲农业区 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好看的有什么样的特色 马太安休闲农业区这个区块是一个国家级的湿地 而且结了很多原住民族群的人文文化 像大家耳熟能详参加活动的巴拉告 还有这边马太安美族人 他们刚好丰联剧也举行完 他们的文化非常的有特色 还有我们这几年整个政府单位很多 像水宝局县政府等等 协助我们这边做很多的礼山的概念 跟整个多元产业保育的活动 马太安这边的湿地可以看到很多的水清测 鱼又多体验活动又多 更重要的很多人享受到的野菜美食 都从马太安这边延伸出去 所以这边是一个兼具一个整个有教育 有人文还有可以品尝农业特色美食的一个 多元的休闲农业区 是 所以我们这次要在马太安休闲农业区 举办一个马上跑起来去为公益路跑活动 那这个活动的范围有多大 我们要跑的距离有多长呢 好 我先简单讲一下 这个活动呢 花联的水宝分级 整个县政府补导的休闲农业区 还有我们乡公所 提到说我们要来做整个全乡的一个公益活动 路跑的时候呢 他们就义不容止的每一个都说好啊 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就尽量协助 更重要的是光风地区农会把它承接下来 所以它是主办单位 这次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 用一个很轻松 很健康的一个见走路跑的模式 所以呢 我们设了很多补给站 补给站 它里面呢 很多的朋友建筑很多的 像范家艺建筑爱玉 吉林茶行 建筑红茶 凤里很出名的韭菜 臭豆腐 建筑臭豆腐 远到在家艺安全养殖的丝木鱼 它也要建筑丝木鱼碗 等等 好多农民都愿意来协助我们这次的活动 第一个就是补给站 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的在地的农产品 还有整个这一次的活动的设计 都是以用我们在地这边 后山白日梦的文化青年 还有我们高指来协助 这一次的补给站的一些 闯关啊 等等游戏的活动 所以这一次在跑的一个过程 在走的一个过程 可以包揽整个马泰湿地的一个 自然风光之外 边走边吃边跑边做爱心 距离其实只有分成两组 第一组呢 就是素豆组 只有三公里 所以你要用跑的也可以 要用走的也可以 还有一个就是六公里的那树挖组 两个组别而已 这个活动的一个过程之中 我们希望就是说 用很慢的脚步去感受 所以也不用起得很早 我们光复糖厂也提供了冰棒 我们还可以在半路上吃到冰棒 光复糖厂也提供了一千只的冰饼 所以这个活动的距离并不很长 只有三公里或者是六公里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慢慢走 走一段路就可以吃一下东西 所以感觉上这个路跑活动 好像是在美食品尝活动一样 不是美食品尝回来之后呢 回来到我们起跑的场地的地方 有很多特色的农产市集 还有手作市集 还有就是我们在地很多的体验活动 整个这一次的年轻人 他们都去募集志愿的表演者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舞台 颠覆以前 我们观众很多传统的一个 棒活动的模式 所以都是让很多喜欢表演的人 有发挥的空间也可以做爱心 所以真的是好像一个嘉年华会 是阿朗一直讲 这个是一个爱心活动 我们知道说我们报名费 我们将会帮助一些的弱势团体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些的 报名费等等 我们会全数的捐助给哪一些的单位 这一次其实报名费只有500块 我们要捐助的单位 就是因为这几年疫情的关系 很多公益团体募款都非常的困难 整个花联散幕中心 他们就很积极跟我们接教 他们说弱势的妇女 他们要整个信心重建 让他们走出社会跟创业 所以协助他们弱势的妇女 家暴的妇女去创业 买一些身材设备跟一些教育训练 我们这一次是专款专要 因为我们每次活动需要说 最立即最需要的 而且这一次报名陆跑的朋友 他的奖品很多 而且都很有特色 比如说我们都是在地新年的 设计的运动毛巾 那个号码牌布也有特色 还有我们的奖牌 是用光复高纸的学生 把它寄一片一片的木片 去磨品雕刻雷射出来的一个大地奖牌 另外我们也有给路跑者100元的餐券 给他们可以除了免费的之外 还有一些摆摊市集的一些农产品 来支持在地的农工艺农业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这边500块真的是物超所值 10月23号的这个活动 这一天已经是深秋了 那我们在深秋的时候 马太安湿地这个地方的景色会是如何 其实马太安湿地都有不同的之美 像秋天的实际就有一些蝉蛾 还有湿地慢慢的水鸟也开始进来 而且这个区块本来就是一个很悠闲 很慢火 所以你可以感受整个秋天 却有一点点凋零之美 却不会太过护照爬位 这边而且这边有刚才讲很多的体验活动 所以来到这边是很舒服的 而且我们选择在实验应该就会比较凉爽了 其实更重要的 其实这一次的活动 因为现在路跑活动很多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路跑 要大家报名费 虽然我们全数间 但是要大家报名 花莲善目中心才有善款 所以希望大家有听到的朋友 大家选择来报名 让这笔善款它的数量能增加 达到我们千人路跑的一个活动 把他的整个善款可以协助家暴的妇女 重建他们的信心 创业这样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报名呢 第一个报名就是你们可以上整个报名系统 伊贝特报名系统 你找马摊 休闲农业区或马上跑起来就都有了 填写一些报名的资料 就我们是用正统的路跑报名系统来做报名 这样 是 那报了名了之后可以到超商去缴钱是吗 对 虽然各位觉得会很麻烦 但是我们希望把这个就是很清楚 很明白的报名的模式 改天我们把这个善款也是很直接的捐给这个公益单位 这样 是 所以我们整个活动的这个报名费 这个善款都是很公开 很透明的 可以让大家知道 没错 而且当天路跑结束的时候 我们也会当场把这个善款捐给我们这一次的那个花点善务中心 到家都在这边见证 而且一毛钱都没有帮他们花在别的地方 是 全部都用在刀口上 对 全部就捐给他们 这样 好 那再请教阿郎 这次的活动呢 是10月23号 那他的时间点呢 是几点到几点 其实这次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很轻松 所以我们希望七点来慢慢的大家来报名 领取整个路跑的一些事务之后 也要开始做成招 之后呢 我们预计其实大概八点半九点 才开始要路跑的活动 为什么会这么晚呢 因为我刚才提到这次是三公里跟六公里很轻松 可以保揽整个马摊师弟的一个生态人文之美的一个活动 回来又可以整个品尝在地这边很多的一个自己文艺的创意的 还有表演的活动 全国一起来做爱心 我们的整个活动的这个范围都在我们马摊休闲农业区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的路跑的这个路线也都在我们的马摊师弟里面吗 对我们都有规刀路线 而且我们都有麻烦相公所的路权都有协助我们处理 所以都要谢谢各个单位的一个协助 更重要的像我们这次也有准备一些大概一距150台的单车 结束后想要骑到整个周边像我要讲的那个吉利潭 或者大龙大富瓶声或者塘场 都可以哦 我们也都有用轻载具这种 如果想要骑单车的 所以我说路跑完品尝完之后 可以在师弟自己更深度的悠游不同的一个体验活动 预计大概下午4点至4点半才会结束 所以活动很多 那如果说是外线市的朋友 他们参加这个活动的话 7点就要集合就要报到了 那所以他必须要前天晚上就要到我们光复乡来 那这个地方的住宿的环境如何 那也请阿兰可以提供给我们 这一次其实我们早有预设 所以我们第一个人我们办在礼拜天 就是让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如果来 甚至好花莲刚好有22号太平洋正统的路跑 所以来到这边刚好可以放松肌肉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办在12月3号是礼拜天 所以他们来到这边像我们花莲堂场这边有住宿 周边有很多的民宿 整个市地有石头屋民宿等等都会协助 甚至在花莲的朋友来到这边也很方便 花莲市来到这边差不多50分钟而已 所以当时我们都有这样预设的规划 所以10月22日在花莲市参加太平洋马拉松的这些的 剑脚们可以10月23号可以移驾到我们光复乡来参加一个非常轻松的 马上跑起来这个公益的路跑活动 对啊这样刚好 紧绷的肌肉又可放松又可做爱心又可品尝美食 这何乐不为而且又放松之后可以很舒服的 如果要回到肌部又不会累 因为这一次是一个很轻松的模式 是我们知道说心律农员的负责人朱敬朗阿朗呢 每年都有办这些的公益的活动 所以阿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心境 为什么每一年都会想要办这样一个公益回馈的活动 因为我很早就回来 我24岁就回来 现在54岁了 所以我一度走下来 不管工部门还有整个厨师部门 很多领域的朋友 大家都跟我相聚 让我能回到这个故乡 能安居 还有跟父母亲住在一起 我觉得很舒服 咱们说的吃鸡鸡拜酒堂 现在我能很稳定的能在乡下 照顾到老人家 所以我想说只要自己有余力 每年有机会就是想一些公益活动 让这个全乡大家都一起参与 我觉得这样是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希望让这个爱圆续 所以每年都想不同的模式 但是就是常常造成很多人的麻烦 但是我想这是甜蜜的麻烦负担 大家都很愿意帮我 像这次也是一样 我就真的很感动 大家都说 好好好 我要帮你们 我要帮你们 我要赞助你们 但是除了赞助之外 要叫大家要报名 是 报名很重要 因为要缴个报名费 然后就可以协助这个山目中心 对 让他们很多人可以重建家庭 对 其实疫情的这两年多 大家其实都比较没有联谊 那我们可以借着这一次的 这个马上跑起来的 这个趣味公益路跑活动 大家也可以联谊一下 对啊 而且这边空气好 环境佳 而且又有这边在地特色的美食 是一个深度 又可以传爱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真的可以鼓励朋友 听到真的一定要去报名 在伊贝特那边报名系统那边报名 如果真的不知道 也可以打到光风地区农会 问一下 或者我们马太休闲农业区留言 都可以 这是一个爱的汇聚的活动 今天非常谢谢心率农业的负责人 朱俊朗 阿朗 跟我们分享一个这么美好的活动 也希望10月23号 大家一定要来参加 更重要的是 9月20号以前 一定要报名 谢谢阿朗 跟我们分享这个爱的活动 谢谢阿朗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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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感谢观看